再讲讲我们港商方面了 其实刚才黄先生也提到 就是说港商在一些专业的服务业方面 其实可以给内地的一些 很多行业来提供帮助 但其实我最近了解到 认识到一些内地的朋友 或者在海外的一些朋友 其实尽管说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我们香港朋友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 来去用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方面的一些 才能去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发展 但是其实随着内地的眼界 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open mind 所以看到很多内地企业 他们的目光也不仅仅是局限在港澳台了 可能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建筑设计也好 或者是一些财务的一些规划 或者是做很多方面的 这些财块方面的工作 都会找海外的一些机构直接来做了 其实这方面 是不是觉得说我们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些 专业的一些服务的一些优势 也在慢慢的减退 因为伴随着内地越来越开放 他们的眼界其实也越来越高了 第一就是国内的企业往外看 这是真的 这很简单的 是 但这企业有两部分 一些是国企 一些是民企 国企呢 对的更多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比方在非洲建铁路 它的目标不是赚钱 是 那目标是什么就很简单 但民企来说就是为赚钱 对吧 所以为赚钱 他要看谁能帮助我 我刚才讲 香港人对外的长处或者好处 反过来对内 对国内的好处就是 起码我们能讲 好不好都好 沟通方便 对 文化还有语言 相对是沟通能上 我们也知道外国 我们的孔教学院越来越多 就学普通话 他们也反过来 也看了这个商机去学 但是要追上的话 要断时间 我们从来就是讲 这个本土的语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说欧洲 现在东欧西欧都慢慢融合了 原来东欧西欧很清楚 两块 那为什么能融合 就是互相之间学 或者是简单来说 东欧学西欧的东西越来越多 经济上的越来越发达 那结果就是水平打平了 从比较好异 东德来说 还是西德来说 东德的人的成本低 于是劳动的成本就可以体现到 西德来说就是科技强 只要能够把开到围场打破 然后就可以体现了不同地方 最好的优点就可以体现更厉害 所以如果回到我们自贸区 回到我们戴湾区 到底这个围场能不能打破 这个就是反过来是一个问题 自贸区就是为了打破围场的一个途径 尽管它是有段时间的过程 等于不是今天就能破 对 反过来说柏林围场也不是一天破 它也是经过了几十年 从第二次大建完了以后 几十年才能破 这道理是一样的 但我们上升线速度已经比较快了 你不看原来深圳有二线 现在没有二线了 对对对 这个二线是假的 你随意就可以过了 现在没有了 不是过了不用了 不用 因为它两边都已经打平了 也发达得很快了 二线也发达起来 对对 如果说GDP总量 深圳早就超过香港了 平均GDP深圳还没有到香港 但是估计也不会很久了 所以到时候深圳香港这个关有没有都是一个小疑问了 但那时候再说了 会不会大湾区就是一个大平台了 说得很对了 King所讲了 我们从前说了大陆人很喜欢来香港的话 我们知道现在不少大陆人来玩一下可以了 我不一定要变成香港人 没这个绝对必要 但我还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来玩一下 或者买东西 或者是做生意 做贸易 他经过香港 这就给香港创造我们的收益 还是一个平台 按阿King所讲了 到底我们往后走个城市 要不要更多的资贸区 从现在三片变成五片 十五片 两百片 最后就全打开了 这我估计搭不了你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整体的配套或者是规划 应该比我城市更高的人去看 但是有些事情最难是开头 起头难 起头 开好头以后 以后慢慢有没有就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了 有点像香港的教育 以前只有香港大学 后来来了一个中文大学 再后来来了一个科技大学 再后来城市大学 理工大学全部都来了 现在有十个大学 哪一个大学毕业生 真的特别强或者特别弱吗 我感觉不来了已经 反正大学毕业香港 我经常这样说 只要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在世界上都是强 这是现实 它整体都是强 每个大学都有他们专门厉害的地方 对 那现在在这个专业资格方面 就比如说我们的专业人士 真的要到内地去职业的话 其实在两地的这个专业资格认可方面 现在我们做的大概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有哪些行业已经走在前头 哪些行业可能还是有待我们继续去跟进的 法律界走的都商业上面的法律走的很前 而且不少的香港律师已经考到了国内的律师的资料 所以他做这两边的都可以了 所以回到国际贸易了 如果你想跟国内做生意 找个香港律师确实很好 沟通容易 两地都熟悉 另外就是一些设计物业管理 在内地现在也开展的挺好的 我整个非常同意 在大陆某个房子的话 它的管理某个程度上不给香港要低 整个团队可能人工比较便宜 你看见周边都会看见他们站在哪个地方 你香港的房子也不可能每个角度站在一个人 但是这是香港人带去的一个管理的系统 从30年前左右 我们慢慢去内地开拓这个市场 然后把一些应该要做的在国内开展的 然后管理 暂时还是以香港人为主 但是下面的人就是本土的了 这不可能所有人都去香港请过去 是 比如说像很多大家还关心的一些 比如说建筑测量 或者是一些医疗资格 或者这一类的一些专业资格方面 其实很多人我看都想说 香港医生有没有机会去内地可以职业 或者是内地医生职业到香港来 其实这一块其他方面的一些专业资格 哪些方面您觉得会是下一步要继续跟进的一个重点呢 行情也可以的 行情的方向是 会计律师 工程师 现在已经开放了一部分 不是全部 就看什么 因为比方工程师 他还分很多的专业 有些可以 有些不可以 还有就是建筑师都可以 至于医生的话 估计还比较厚一点才行 因为这个是两地的季度上有比较大 香港以西方医疗为主 我们也有中医注册 但是它两个不结合一起 国内的医生是两个可以结合一起 中西医疗都放在一起 这是一个医生有两个牌 他的国内的医生 本来就懂了中医的一些技术 这跟香港的不太一样 所以比方我们说中风 他在国内有些事情可以做 在香港的不行 什么不行的不太明白 中风其中一个 我不是医生专业 我只听他们说的 就是因为是血压的问题 怎么减压 中医可以处理 西方的也可以处理 对 但中西医疗也可以处理 是 就两地在一些治疗的一些 这个鉴定方面 可能用的方法不同 所以可能未必能够认证 或者是认可对方那种 这种治疗方式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来发展 来改善的一个继续推进的一个东西了 其实讲回到现在 我们看到大湾区 慢慢的我们一直在一两年 包括自贸区讨论了很久了 那么在2018年 港珠澳大桥肯定是已经会通车了 那么包括在我们的广深港高铁方面 其实也都会通车 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聊了很久 大家说了很久 说一个小时 30分钟 15分钟 就可以到达到一个目的地 说是说了这么久 但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感受过 其实我想等到当时 等到当下去真正开通的时候 香港的市民可以搭着高铁 或者坐着我们的粤港澳的搬车 然后真正的是行经到我们粤港澳 大湾区的跨海大桥的时候 当时能给我们带来的实际的感受 跟实际的冲击力肯定是非常大的 届时那个时候在经贸方面 或者是我们的人文交流方面 带来的影响 那个时候才是最直观 能够真正感受它的切身带来的好处的 但是我就怕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现在不行动的话 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现在不行动到通车以后就太晚了 有什么简单一点来说了 大湾区往后的困难在哪里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两地的法制不同 这肯定要处理好的 而且就是说 甚至的那个税计也不同 所以以后这个慢慢慢慢 要把它调配回来 这要些时间 但是肯定能做到 还是说了 你不能把九个城市一起来改 一起来改的 是否就可以把你的经验 从质贸物区先开始 质贸物区成功的话 就给九个城市来试用 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方法 而且字幕区毕竟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就看成果了 明白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是请到了我们的 前横行自贸区驻香港首席联络官 同时也是我们香港 工程网络资料集团的 黄敬先生做客到我们的一线 来为大家分享他的观点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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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